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售,浪姐语言艺术大赏,30位浪姐性格各不相同,说好事, 也千叉百别,而相比于节目初期,浪姐们各自端着的模糊不禁,如今节目开播四期之后,他们言语当中的性格都相对的有了更加真实的展现,有些原本看着不错,观众喜欢,姐姐们也欣赏了人,越来越翻车了,也有一些初期惹人艳的姐姐竟然看着看着,让人品出了一些可爱之处,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姐姐的性格一以观之,今天就带大家来赏息学习一下浪姐们各自的说话艺术吧, 顺便透过那些话语窥探一下他们的真实本性 横冲直撞 浪姐中说话直来直去的典范就是张雨琪,内心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她从来都不藏日夜着 第一期选歌,张雨琪想要加入到已经满源的Everybody组,她便去努力的争取大声表达 至于是不是被人当枪使呢,她不在乎,反正自己呢,本来就想去 二十八底组成功的换出来人之后呢,王立坤又假装不好意思扭扭捏捏的想要来个半退半就 但是张雨琪才不配合呢,既然你为难呢,我就直接选了哦 最新一期节目里边啊,同样的,蓝盈盈当众cue她的组员李斯丹妮,想要对方有空帮自己的组来练舞,让对手来帮自己,这个行为有点迷惑 张雨琪听到这样的话的前半段就直接的霸气回头,给了蓝盈盈一个误cue的眼神 但是蓝盈盈还是执着的问,能不能来教我们呀,李斯丹妮怂怂的同意了 但是张雨琪不会让组员持这样的暗亏,她不爽的抿了一下嘴,再次的霸气回头 直接明确表示说,她现在没有空,张姐思泪 这种用心维护下属的队长领导,谁不想要呢,还用一张那么美的脸来亲你 这一句她没空呢,也是怼得蓝盈盈直接一愣了 大概是没有想到张雨琪会拒绝的那么的直接,不给自己留一点脸面 所以可爱萌妹张小雨,no no no,张姐终究还是那个拔刀和前夫互殴的霸气张姐 不过张姐的话术啊,姐妹们甚学 因为这个需要强大到无坚不摧的自信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自信的话,那就很容易露气了 一露气,霸气发言就会变得可笑又羞耻 姐妹们未必顶得住呀 张姐自己肯定是不怕的 在Irebody组的时候,她表示自己要帮这个唱将叮当来电音 哎,遭到全组的组员耻笑之后 张姐毫无羞涩,直接的拿自己来开玩笑 并且大大方方的道了歉 啊,对不起,我又不懂事了 这坦荡承认错误,同样需要强大的自信来加持的 节目里面有张雨琪同款自信的,那当然就是宁静了 上期节目让自建当队长的时候,她俩也是最先站出来的 都是自信本人无疑了 宁静的说话方式和张雨琪也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处 不过所长还是那句话 张姐静姐的语言艺术,普通姐妹,甚学 气场不足,自信心不足,那么很容易就会东施笑评了 八面玲珑,横冲直撞的张姐学不会 那么另外一位八面玲珑的张姐倒是一个不错的参考哦 张萌,浪姐社会关系观察者加上社交达人 第一次和浪姐们见面,她就能够热络亲切的和人打招呼 阿坤,我回来有个戏要找你的,松林,我跟你的老公拍过宝贝,终于见面了 你好,我的女神静姐,我张萌 观众看浪姐是浪姐,而张萌看到的浪姐是浪姐加他们身后的老公 再加上他们的经纪公司等等的无数人脉 至于说话呢,张萌的水平当然很高了 节目中她表现的也有翻车的时候 比如说强标海豚音,组员内部不合等等 面对网络上的声音,她是有争议就解释,被骂就道歉 姿态非常低 道歉太多次,她还自己的调侃 说视频背后家里的窗帘已经成了道歉窗帘了 率先自黑加上大量道歉 有效地避免了网友对她大范围的反感 自己被营销和恶意拉踩的时候 她也能够抓住重点,并且火速反黑 身边朋友说错话的时候 张萌也会及时地帮对方挽回 孟佳在她的微博评论里面 Everybody打扫了一个Y字 她直接就用这个不进Y圆了回来 在浪姐的节目里,她说话也很讲究 Everybody组分词混乱的时候 吴欣为了控场提出了详细分词意见 张萌第一时间就给出了支持 并且她说的是 你怎么这么会总结加补充呀 细品,这句话既支持了吴欣 又没有博队长叮当的面子 因为她用的是替队长补充总结分词意见 替老板娘说话应数鼓个掌 不仅对自己的组员 张萌对其他的浪姐也是同样的 Everybody输给大碗宽面的之后 气氛有点微妙 张萌则大打咧咧的开麦 让对手感谢自己组先帮忙热了场子 所以你们至少得回浅一顿大碗宽面吧 瞬间尴尬就消弭于无形了 这控场能力真的服气啊 温柔真诚如果说姐妹们觉得张萌的八面玲珑也难学 浪姐还有一招温柔真诚 这招来自于阿朵 阿朵最开始和宁静一组 把宁静哄得非常开心 全组都团魂爆炸 组内分歌词的时候 阿朵很尊重宁静 同时又理性的分析 加上寻寻善诱 耐心的引导宁静又找到了自己的pet 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觉得 阿朵是在单纯的捧宁静 其实不是的 他对于二宫时候的队友中立体 同样非常照顾 上次是静姐 这次是中立体姐姐 我的做法是一样的 一定先让演员姐姐找到最舒服的状态 阿朵对人是非常真诚的 二宫重新选队友的时候 他看宁静组站了好多人 便没有站起来让宁静为难了 如果说没人 阿朵肯定会站的 因为他后面都能够为勇 勇勇临战了 相比于英文静站起游坐下 说不让宁静为难的表演 阿朵要真诚很多 宁静显然也很懂阿朵 两个人后面还相互的比了手势呢 并且不仅是对前辈 阿朵对于后辈袁永林也很好 在浪姐挑队长的环节 因为大家都不太了解袁永林 所以没有人选他 场面是一度变得非常尴尬 阿朵便仗义的站了起来 大声说 没有人我来 其实阿朵精致人都很不理解 为什么他不选一个人气高的组呢 这个赛制里人气高 不容易被淘汰的 但是阿朵表示 自己相信袁永林的才华 后来袁永林没有自信 想要把队长让给阿朵 他这种心态其实很常见 有一份充满挑战的好机会摆在面前 一开始自己凭着本能接受了 但是后来又退缩 想要把机会让给前辈 前辈阿朵当然可以接受 并且做好这个队长了 但是他就温柔地看着袁永林 坚定地拒绝了他 说这是你的功课 他是在毫无保留的 带袁永林后背 并且会在关键的时刻提点对方 而他真心温柔的语言 或许换不来赢 但是能够换来一个真正的朋友 体面发言 如果说您大气学不会的话 玲珑也难学 温柔也不了 那么浪姐还有最后一个诀窍 那就是体面了 说话做事体面的姐姐很多 比如说白冰 她被前队友抛下的时候 说的那句 我本来以为这是个情感节目 但是其实这是个比赛 这句话情商很高 既没有发泄情绪 又表达出了自己的态度 虽然其实是内向的 但是白冰的表现一直都很体面 刚认识姐姐的时候 张萌一看到他就热情地喊 哎白冰 她拥抱完这个张萌 也没有冷落后来的王志 轻轻地抱了对方一下 不踩低也不捧高 后面队友们唱后来 白冰听歌声情 眼里有了泪花 便马上起身上楼 她是选择躲在楼上独自哭泣 不让队友为自己的尴尬多想 这真的很礼貌了 同款还有万歉 一工队友被淘汰的时候 也是等到他们走了之后 才在走廊开始哭泣的 白冰被问到失败的婚姻 她回答的非常得体 说不后悔 至少获得了心爱的女儿 体面的话虽然不能够换来什么 但是那至少是一个保护自己的壳 反面教材 说完正面例子 所长在聊两个说话时候的反面教材吧 有些浪姐是真的不怎么会说话 比如说海璐吧 一上来就搓姐姐们的年纪 非常不讨喜 虽然她并无恶意 没办法呀 她的世界只能够崩塌了 对于这样总说出话的姐姐 所长建议还是少发言为妙呀 还有些浪姐是自以为很会说话 但殊不知她语言里面的小心机 被镜头记录的清清楚楚 比如说蓝影影 这两期节目 她几乎把浪姐们得罪了个遍 在得不到的爱情组的时候 一直逼迫组员绑沙袋来练舞 队长珍西怡因为身体有救伤 多次拒绝 但是蓝影影还是坚持 凹努力人设真的有点不了 珍西怡听吧 把眼都快翻到天上了 老娘才是专业唱跳歌手 加上队长 你在这指挥我 好在这个珍西怡啊 阅力够丰富 没有和她一般见识 而蓝影影 让李斯丹妮帮忙练舞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 言语当中的心机 真的是过于浅薄了 先是盯着李斯丹的方向 大声的cue对方 然后还假装没有想到 对方能够听见 啊 我在背后说也被你听到了呀 旁边的黄胜衣听了是 眼球左右翻滚不停啊 黄胜衣的内心OS估计就是 她演技也太拙劣了吧 这么拙劣的演技 这么赤裸的大庭广众体要求 蓝影影的道德绑架戏码 真的很烂 但是也很难拒绝 好在张雨琪一招 她没空置敌了 黄胜衣健壮直接哈哈大笑 快乐撑出屏幕 终于有人知她了 不仅是张雨琪黄胜衣 郑希怡对她不满 蓝影影自己的队友也同样 黄灵和吴欣在她的队里 整天被各种的不情愿安排 然后这个队伍的氛围呢 明显也出了问题的 宿舍问答环节 吴欣想要认真地聊一下 组里的问题 她cue了一下黄灵 表示感觉对方的情绪 最近不太好 和自己一样 蓝影影很惊讶地对黄灵说 你情绪也有不对过吗 然后就开始非常无辜的瞪着黄灵 黄灵表示更加的惊讶了 说我俩情绪这么明显 你真的看不出来吗 来个瞪图感受一下 蓝影影瞪着无辜的大眼睛说 怎么了 演技过于拙劣 加二 黄灵听吧 也是白眼要翻到天上了 浪姐里同样 话里话外非常爱演的 还有依能静 不过两人的目的不同 依能静演 这就是为了营造出一种 关爱后辈的大前辈人生 因为她不需要担心自己被淘汰 而蓝影影各种小心机 就只是为了自己最后能够赢 单纯在节目里赢 或许有些短视了 因为浪姐不仅有输赢 还有观众缘 有姐姐 人脉 有真心朋友 总结起来 所谓的浪姐说话艺术 最终还是真诚二字 最重要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 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